繼續回答大家的提問 有朋友對航運股有興趣 他說1919和1308 他說有貨應該怎麼辦 是Holly來的 但他沒有說他的買入價 航運股都比較波動 你覺得他接下來的前景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航運股裡面 第一就是在宏觀的角度 有機會是景氣的高峰 因為運費也特別 只要中國那邊是相對來說 不要再嚴重化的 或者是快一點搞定的話 其實這個因素可以消除的話 其實運費很大機會是再難以提升的了 還有就是說在歐美國那邊 那些失港那些情況都是有改善 因為大家都正常開放了 還有就是說在美國的 我覺得有機會是前快後慢 甚至是可能如果悲觀一點的 前快都是後面都是快 還是加快的情況之下 的息率的加息的部分 其實如果是加到中斷 他都會壓抑住所謂的經濟的成長 那如果這一點的話 都會直接影響到航運的 所謂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角度我自己 我自己傾向在航運股裡面 現在仍然是大手賣 其實有機會可能等於你 類似摸頂買資源股那樣的痛苦 就是有機會的 OK 而最後就是回到橫顧分析的角度 而在微股的角度 剛才聽到好像是否有1308和1919 那我自己傾向就是說 前者1308是遠遠地勾售過1919 那我會重新1919是特別差的 是河運股來的 你會發覺他整段突破就向上 突破不了 煤的時候煤的數量比較多 而且市場是很恐怖的 是完全不理你的市盈率是有多少的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票面計 是所謂的市盈率呢 其實我們續式便宜到沒有朋友的 因為它是只有大約兩倍PE的 就是它上年賺錢賺到瘋狂 今年也是賺錢賺到瘋狂的 但是你賺了連續兩年的錢 都是這麼瘋狂的 你想一下清楚的道理 它的股價都可以不升的話 如果你等到回運費是見頂回吐的時候 其實人家可以是向下執你多少呢 所以可能你說喂 這麼不公平的 那我心想就是這樣了 香港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麼不公平的 變了就是最後退休蠻毛來說就是說 在股息率來說呢 它也都回饋得不是你太不多 因為它前面整段人生都沒有派過息的嘛 那到了今年呢 就才說就是賺得太厲害了 那純粹給一下利息你這個 那就是給得利息都不是高的 特別是相對很恐怖的316 因為316呢 歷年的派息呢 是派到多到呢 是已經是cover了自己原始的股價 都不知道多少倍多少倍的了 已經是一個很誇張的股票來的這個 但是相對1919就完全比不上了 就是說後者1919 所以在一個息率的衰率比較低呢 是令到它防守力或者被人認受性都會比較低了 是的 Johnny聽到你說1919的前景 他是想跟進的 他15元有貨應該怎麼做呢 你覺得會不會有些位置反彈 讓他們虧了一點去你場呢 我明白了 是的 我自己是真心說是真是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股份不是太差呢 我老實說一句我通常看到 你等它回本 或者甚至到賺先啦 我不用太急的 這股票這個 那如果那個股票呢 我會比較是正面地這樣去回應 但是1919我真心覺得 特別是15元買呢 我覺得你真是反彈到可能不上了 因為最近你現在剪掉 又可能是真的沒有底剪的 坦白說 我又不是說無限地針對這隻股票的 OK 雖然我真的認為 它是所有的學位股裡面 是細度是最弱的 所謂的股票來的 但是就是說我又不是為針對 而針對它 這個 那最近你11個讀這些這樣的價位股的話 你可能是沒有一個短浪的低位股 但是就是說你反彈到15元 我坦然我真的沒有信心 我真的沒有信心的 你說如果Apple要達到前例市高位 我都頗有信心的 但是你說1919要達到15元 我真的沒有信心 那你變成可能是彈到中間的那些位 可能是13元多的那些 你可能要果斷地考慮一下 考一考慮理場 然後換回其他一些比較正常 或者不是見頂 一個週期見頂的股票 所以所有一次在週期股裡面 你摸中了週期見頂的四個字 基本上是比惡夢那麼惡夢的 大家不要輕視這句說話 我會不會看他在這兒 我會不會看他這兒 快點 我會不會看他 你不起來